Hello 大家好 回到7月29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旨程和大師在這裡 為大家主持這個要聞的環節 相信大家昨天10點 相信我現在在什麼之前 多謝我的好朋友休夫郎昨天去找他吹水 他送的這個給我 很多謝 是什麼來的這個 這個書 好不可以來看一下 是一些插畫來的 是啊 嘩 好誇張 這個動漫節有沒有可以買的 他說現在實際上書展都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什麼 我是覺得他是全香港畫得最好的畫畫家 嘩 但是現在畫畫就不太好 我在這裡遊說著他做 不如做畫家算吧 畫得這麼漂亮 是啊 希望看一下能不能聊得成 第23個動漫節就是7月29日至8月2日 今天就會開羅 一年五日在這個會展1號展覽館舉行的 大家就去支持一下 昨天我也進去看看 本身的裝修 今次的展覽館是小了很多 少了很多參戰商 都是來來去的那些東西 即是Xbox那些 不過今次大家都知道就是 不讓那些Cosplay的人士穿到這麼暴露 這樣 Cosplay不穿暴露不如不要 你今天也穿短裙 我也是正常的 要不要站在桌子上給大家看看 站在桌子上 站在桌子上 怎麼看到你的短裙 不要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說回耀文方面 相信大家昨天晚上 心情都比較沉重一點 我本身就收到消息 就說發生了意外 但沒想過這麼大的意外 因為其實我搶不到這個人氣藍團MIRROR的票 這個一年十二場在紅館舉行的show 看來都要告吹 本身是去到8月4日的 都要全部取消了 餘下這些演唱會的場次 事緣就是因為 是政府宣佈 OK 不是他們宣佈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宣佈 但是政府宣佈 OK 昨天都有宣佈 就是他們那個製作單位 叫做Maker Vida 都有說的 是啦 他在昨天就是第四場的演出 那昨天就看到跳動行動 這首快歌勁歌熱舞的時候 就有幅大型的屏幕 就在上面突然倒塌 壓傷了兩名舞蹈員 其中一個傷痣都非常嚴重 就是叫做Moe 現在的人就說 Moe暫時收到最新消息 就是頭部和頸部重創 有腦出血和頸椎 第四節爆裂 骨折,通宵做完手術,包括修補受損的骨骼,骨骼, 目前在伊利沙巴醫院深切治療部ICU留意 大師怎麼看這個事件呢? 這件事大家都有很多人說,其實在當日早上, 其實之前那兩天,他們已經各國發生了事故 所以當日早上,我也收到一些新聞報道 就是余曼鏡粉聯署速關注MIRROR演唱會安全 發生了1.1萬個,然後他們已經連續兩天都出意, 一個是插錯腳,中間有一個洞,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插錯腳, 我看的是什麼,第一,首位紅會唱會, 他說鏡粉看得深方方,前晚第二場就是他個人獨白的時候, 在台邊插錯腳1米的升降台, 拆跌下去1米高的升降台,幸好只是擦傷而已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你覺得中間有些洞,有些什麼東西, 那要小心才會有什麼東西, 那就是,所以大家已經是聯署參與, 大家覺得他很多,很多什麼東西, 很多是,很多這些,很多這些這些, 那就是,下錄了,應該有兩單下錄,我看到的照片, 第一次就是,我忘記了另外一單, 忘記了另外一單下錄是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是, 都是挺嚴重的, 但是那個事件就是說, 那個,搭台那個是很有經驗的, 其實已經是, 但是,有人就說,因為12個人, 被試過這麼多人,這麼多人在台, 所以就, 所以就, 不是這麼堅固到, 應該用更加多的時間, 但是毫無疑問, 這個, 在, 如萬鏡粉, 1.1萬鏡粉, 去叫你小心的時候, 事情是這麼發生的話, 是主辦單位就集無旁提的, OK, 那第二個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這件事呢, 這件事是, 一間上市公司, 是8446, 那就是叫ITP Holdings, 今天都, 今天成家都是幾,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報道, 去做的, 就是, 我現在百分百肯定, 我去服務香港, 但是, 我想都很大機會, 因為, 這個公司的確是做幾間工程, 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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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乎, 我講回他一件事先, 我們在CIO財經, 就是我們的收藝網站, 那個特別節目, CIO財經, 特別講過, Sherven特別講過, 就是說, 咦, 小心這隻東西, 這隻, 近期, 一年之外, 52週最低的股價呢, 是毫一指, 嘩, 那現在的股價呢, 是11元, 嘩, 那所以呢, 是升了100倍的, 就是買了, 買了當然是發財, 但是你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但是, 你當然不是那麼容易買到, 但是你買兩、三匹東西都買到吧, 對嗎? 就是當我買到, 那兩、三百萬我都好, 就是說, 買幾百萬當然不可能, 但是問題是, 買兩、三匹東西你買到, 或者五匹東西你買到, 那你都, 你的贏都很好, 而且就算有那麼多鏡粉, 他都是, 他都是, 他現在是100個市值, 是的, 那他都能夠做到那麼高的話, 是, 都算是能量可貴, 但是就, 我想在這間公司來說, 都算是, 我們都其實已經是, 提供了足夠的預言, prophecy, 是的, 是的, 在這件事件上, 是的, 那我除了這隻股票之外, 大家都關心就是, 就是8號, 就是電營, 今早是曾經最低, 是跌過2%左右, 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 就是, 未來的MIRROR, 就是那些演唱會又停了, 那可能, 他們, 有另外一隊東西叫COLA, 都停了, 那就是, 有些商場Show都已經叫停了, 那就是, 可能那些人就說, 擔心他們的心理的壓力, 就是, 很多的情緒, 或者, 精神上都會受創, 那就是, 其實, 我自己看完這條片, 我都覺得很驚慌, 就是他整個東西, 這樣壓下來, 600公斤, 好像看到, 就是, 是非常之大鑊的一件事, 那就是, 說到音響陣道, 鬆脫了下來, 那其實都, 很難搞的, 這件事之後, 會怎樣呢? 紅館演唱會, 會不會再收緊一些, 可能這些, 的情況, 那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做得這麼好, 可能要炒股票, 就是我的問題, 炒股票, 不是, 那些股票炒到100, 如果你是, 你是個主要人單位, 就是, 股票, 因為, 炒高了, 因為這樣炒高了100倍, 那你, 從1億市值, 炒到100億市值, 那你會關心, Mirror演唱會會多些, 還是關心股票會多些呢? 嗯, 剛剛, 就是這樣, 嗯, 那你覺得, 他們這次的回應, 夠不夠快呢? 好像花姐那樣, 即是已經立即五分鐘, 在台上說道歉, 和散場, 然後, 那我回應當然快, 因為他簡直在上面, 簡直在現場, 嗯, 那老山, 就是, Mekkavela的行政總裁, 是,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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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廢, 不是, 老廷, 老廷, 是的, 都去了ICU, 這個屬於一個, 真是見過, 嗯, 真是見過, 他, 嗯, 就是, 說是Viu的, 說是Viu的, 大公神, 嗯, 我和他師父就很熟, 他師父, 他真感情, 真感情做廣告出身, 真感情留私人, 嗯, 那老廷, 都鞠躬自協, 就是, 交代這個傷者情況, 另外, 昨天也很多人都發聲明, 就是, 古天樂啊, 出來說, 就是, 叫那些人不要再share那條片, 就是, 叫他們快點, 因為, 古天樂出來說, 很appropriate, 大家不要再share那條片, 或者之類的, 都是, 一件非常之遺憾的事, 那這次, 其實見到一些承辦商, 都馬上釐清, 就是, 靈藝廣告製作, 就說, 我其實沒有做過那些Banner, 就是, 沒有做過上面那些屏幕的, 純粹就是, 做了一些道具, 鋪台那些, 色面, 還有一些鏡面, 物料, 其實整個, 整個, 整個說了, 整件事是, 整件事本身, 它已經意外貧生了, 所以那些鏡粉已經出來了, 這件事不是, 不是一個什麼事件, 嗯, 即是你覺得是, 會不會是人為呢? 不是, 那梳乎算不算人為呢? 都是一個, 梳乎算不算人為呢? 那當然是梳乎, 嗯, 那你見到, 連特首李家超都在說, 震驚這樣, 那其實, 那些人說, 這一對話, 是不是會影響香港命脈呢? 那麽大件事, 要出來回應這樣, 那樣? 我不知道啊, 但是, 那麽李家超出來說一下都好的, 嗯, 證明他對於娛樂事業重視, 嗯, 是的, 好, 那接著之後, 我們說完這宗新聞之後, 那麽之後, 那麽之後又說一下, 這個的, 那麽習近平和這個, 那麽拜登通電話, 那麽大家都知道, 那麽他們, 那麽昨天就通電話, 那麽, 那麽就是,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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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Mitte 平留在日本、印尼和新加坡等等 佩洛西的發言人哈米爾 星期四的時候是拒絕評論佩洛西出訪的計劃 這次以保安理由就拒絕確認一些行程 但他們的行程大約應該去五個國家 台灣是其中一狀 所以他不是特別去台灣的時候 那個壓力少一點 視乎他在台灣 我覺得很大可能就是他來台灣半天 要是半天 要是三日兩夜 半天就完全過境 那他半天還會好一點 那個影響力會比較少 你見到其實今次的人覺得如果他真的不訪台 就會覺得是屈服於大陸的壓力 那毫無疑問也是屈服於大陸的壓力 問題就是如果不是你就會好後果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令到大家是一個非常之危險的景點 是的 你見到其實 習近平國家主席都強調 為會這個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是十四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 民意不可為玩火必至焚的 他這樣說 拜登也重新美國的一個中國國策沒有變 也不會變 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次的通話算不算成功 現在最主要是這個 第二 主要就是貿易戰 即是貿易 錢的問題 其實大家已經有一定的共識了 但是貿易戰 比較難解決 嗯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要文去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 你好 大家好 回到7月29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這裡主持這個港文的環節 先和大家講一講 就是政府昨天公佈了這個強化抗疫指揮架構 成立由特首李家超監督的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 其中就會分為13個專責和專項組 去應對疫情出現不時變化的情況 有效去處理涉及跨政策局的範疇的抗疫事 而確保各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能夠迅速應變 你見到其實染疫的人數都在接近千 昨天是4886宗 其中248宗是境外輸入 五個人也都是在疫情逝世的 這件事好像都是繼續嚴重 我有一個議員朋友去吃飯 他說不要出來了 疫情太嚴重 今天約的嗎 之前 所以疫情太嚴重 現在這一波已經來了 我們已經預料了這一波會來 一放鬆會來的 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一死再放 那現在是一個伸縮的政策 一放就亂必然的 你見到大家都是關心打針的情況 究竟是否繼續推進呢 因為大家都是 打針一定推進的 因為打針可以減少死亡率 可以減少死亡率 但其實如果我打了針 你沒有打針的話 你也比較好 因為我的病毒量會比較少 打針之後病毒量會比較少 所以整個社會會很短 即是沒有打針 就是在打了針的人 但現在大家都 不管三、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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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追了出來的 但我覺得死亡人數 似乎是否增加了呢 即是會不會是 你的N大了 這個死亡人數一定增加了 N大了 但現在 我都說與病毒共存 是世界第一個講的 即是一開始就講的 但現在就是 我們今思是一個現實主義 是一個現實主義 要怎樣就怎樣 但是你不可以兩邊 兩邊都封 現在已經是 香港 大陸是可以有資格 有條件是清零的 即至少動態是清零 但香港沒有條件 因為香港至少要跟大陸 或者跟外國通 因為香港有城市 大陸有14億人 你怎樣清零 清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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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14億人可以內循環 香港沒有內循環 所以香港要是跟大陸通 要是跟大陸通 強迫動態是跟大陸通 要是跟西方通 但你不可以香港不通 因為他們是一個城市 正如你一個兩三千萬個國家 你很難封到的 是的 所以大家都是關心那些小朋友 可能還未夠捉獄去打到疫苗 醫管局昨天公佈一名二十二個月大染疫的女嬰 因為抽搐和發燒 就入住深切治療部 目前情況危殆 不排除是急性壞死性腦炎 他都檢查過 其實他不是長期病患的一個女嬰 但是中了招 又說不到他不舒服 那些 看到他神性外際 持續抽搐的話 很可能是這個腦炎 小時候很容易會有病發症 很多時候病都是因為病發症 是的 那現在究竟六個月至三歲的兒童 會不會強制性打針呢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科學決定 雖然是一個政治決定 也是一個科學決定 是的 好 接著我們又說一下 其實疫情也是繼續影響 我那棟大廈都是要強檢 我今天都要回去 要溜避 OK 原來 有些人都是 可能 忘記了去 或者是沒有去到 都會很麻煩 現在政府目標 是加強核酸檢測力度 和撤斷傳播鏈 中國用的方法都是加強核酸 我認識有人是快速測試沒事 核酸就有事 所以核酸是監製 中國唯有現在加強核酸 或者加強快速測試 快速測試應該是可以的價格 我不知道這個流程可以再減少少少 希望價格再低少少 即是如果你是快速測試可以去到兩三元 現在大概多少錢 那盒東西 很便宜 現在是買些東西送的 很便宜 包裝再簡化一點 即是只有一個包包 包裝想辦法再簡化一點 然後就是 你知道大陸很多時候有些很便宜的包裝 包括龍夫山泉那些很便宜的包裝 你把包裝再簡化一點 再做便宜一點 然後再加強每天 那你每天測試 如果做到成本是一元的話 那你一個月只有三十元 一個月只有三十元 然後再核酸測試 再減低成本的話 那我覺得是可以 全部東西測試 嗯 是啊 即是有些人 在這個指名的期間 沒有接受到檢測 是會有一萬元的通知書 所以大家 記得要去 即是叫了你去 你又不去 去檢查到的話 那都是要罰款 其實如果你 我覺得 如果全民強制戴口罩 嗯 天天檢測 強制戴口罩 天天檢測 然後再加強核酸 我覺得 作出一個 再加強核酸測試 我覺得是 足夠 我覺得作為開放 是有一定的安全性 嗯 打針 對 然後再加強核酸測試 因為你說 宣測試很準的 你頭一兩天 當你病毒力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你出來 當你病毒力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尤其是你強制戴口罩 你已經強制戴口罩 然後再加強核酸測試 其實你已經有一個報告了 那你磅水 你磅水 就是宣測試 那你隔離 那天六月二十三號 就是在淺水灣會所一號 clubrun 我都去過 那裡都幾漂亮的 那裡 對著陽光海灘 好像有壽成 對 那我真的幾多人去 我也是放上網 一些片 都像是Catwalk Show 穿著泳衣 很多人都沒有戴口罩 懷疑違反防疫規禮 那 他就有個Future Salad 這個食品公司 回覆查詢時承認 高峰期有386人在現場參與 為這個活動引起的公眾討論 和不安置疑深表的協議 clubrun 就沒有回覆 他就說 其實當時也有提醒 那些人戴口罩 即Future Salad 但是那些人 聽不聽就他的事 就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有成千名的藝人 大家都在那裡說 其實這些活動 現在都開始攪拌的時候 是啊 所以就會 因為以前幾千人的時候 現在已經什麼 那現在就沒辦法了 我們兩個群組 我現在在看我們兩個群組 那些人的留言流到瘋了 即不停去什麼 好受歡迎 你不知道我們兩個群組嗎 兩個聽來群組 兩個聽來群組 一個是股票的 一個是頭髮 那兩個聽來群組 嘩 那些人的瘋狂程度 即參與者的瘋狂程度 很厲害 所以不停去看著 又不可以不看 所以就非常之厲害 很熱烈 大家在回應著MIRROR 和其他 MIRROR當然不是 股票群組 說股票 頭髮群組的頭髮 難道這群組 說MIRROR嗎 MIRROR的新聞 怎麼影響 對 都幾大 好成功 這兩部我們很成功 嗯 接著我們又講一下 另外一些新聞 說房屋的了 申訴專員工處 昨天展開主動調查 審言有關房屋處 長者鑽屋 和改建一人單位的安排 工處就說 截至去年六月底 由公屋單位分間房屋而成 需共用廚次的改建一人單位 及設計相近長者住屋的單位 空置率達到六成 其他長者住屋的單位 就有一成至一成半 房委會回應就說 自停止編排 編配改建一人單位 和一營設計長者住屋單位 會凍結出租 收回單位內分隔房間 待單位最後一名長者租戶簽出 將單位改建為一般的公屋單位出租 但是目前 據於上述單位的住戶聯邁 較難適應新環境 不太願意去搬遷的 為什麼 這種單位竟然是 還有很多長者住屋 很多空置 長者很怕一個人住屋 是不是 就是不要受歡迎 長者當然不是很想 因為獨居老人很慘 獨居老人很慘 如果有可能的選擇 你知道長者不是那麼多朋友 很多人有四手 我想那些東西 都是給家裏好一點 給什麼好一點 就是給別人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最痛苦的 就是莫舉單獨受禁 自己一個對著死鳳牆 沒錯 沒錯 很慘 說到這個房屋問題 大家都在想到香港還有什麼地 可以用來建屋呢 今天財政司司長陳某波 昨天就接受這個報章訪問的時候 重提 在這個郊野公園的邊垂地 一帶就興建一些供應房屋 就指呢 以這個大嵐隧道旁邊用地為例 初步就看一下 各生物價值 即生態價值未必很高 而該處理都鄰居一些交通基建 大約估計可以興建到三萬五千個單位 等同供應房屋一年的目標供應量和 那搞這些的郊野公園行不行呢 其實香港有很多 如果你真的有決心 有很多地方可以搞 有很多地方可以搞的 所以郊野公園固然是可以 嗯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講到郊野公園是哪個地方 問題就是現在香港最重要的 我想如果你要去大量做些 我相信是工人問題 嗯 是 就是引入外勞之類的 嗯 如果不是的話 你給了這麼多地 你到了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開闢這麼多地 就是你有這麼多地 沒有這麼多人去做 去發展好地 你也是沒用的 就是一定要有人去搞 嗯 一定要有人去處理 一定要有人去處理 一定要有人去處理才行 嗯 所以才是 如果不是你怎麼 沒有人去發展的 哇 拿上了地出來 那你也是沒用的 你也是建的 所以很貴 所以現在如果以 譬如明日大禦 北部都會 或者現在編城公園 其實很多地方 只不過是因為那些環保團體 就是那些希望反中亂港 阿芝阿莊 其實是完全不成問題的 那些人是希望大家沒有屋住 希望大家沒有屋住 搞亂香港 那於是香港亂的話 就可以有民主 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件事 那樣舊地收 舊樓 破壞那個 破壞那個 文化傳統 所有事情 做什麼 都不行 那時候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 那所以 到最後 但是你如果 這麼多地方一起建 以前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些賣豬仔 幾千年前 那些 百多年前 那些賣豬仔 就是因為你大量基建 你這麼大量基建 一定外勞 沒有辦法 大量基建 只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 是 方法是搞定的 就是外勞 如果沒有外勞 你做不到那麼多基建 是啊 就是外勞都幫了很多東西 香港的發展 好 我們說回加息 大家都關心這件事 因為其實 現在好像經濟都已經和 港民 甚至要民的息息相關 你看到 美國聯儲局連續兩次議息會議 加0.75厘 昨天 聯邦基金利率都升至2.25至2.5厘 符合市場預期 主席鮑威爾暗示 9月可能會再加息0.75厘 但是同時考慮會放慢加息步伐 是的 即是說本地銀行又怎樣呢 匯豐和中銀香港 就維持最優惠利率5厘不便 而渣大呢 就維持5.25厘不便 本地銀行似乎都跟著 9月 9月 大家一般估計是9月 嗯 那為什麼它不跟著呢 還是因為香港的 銀行就有錢 嗯 所以 所以你不用跟著 如果銀行沒有錢就加息 其實銀行應該是否太多錢呢 現在 總之還有錢 嗯 是的 暫時大家留意9月先 大師就這樣說 是的 跟著之後我們又說一下 反修例方面的一些訊息 前年5月呢 有網民就發起這個銅鑼灣灣仔遊行 抗議政府訂立這個港區港法 那 那時任沙田區議員呢 李志弘呢 也都聲稱遭到警員去推跌了 一動就罵 警方都是垃圾來的警察 然後之後 早前呢 就是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一項 在公眾地方 作出圈話和這個 擾亂秩序行為罪名 昨天就判坐牢七個月的 嘩 這個都 他公眾 他是怎樣做呢 他是 就這樣罵警察 立手 是 那都判七個月 是啊 這些有機會 因為你如果這樣說 有機會是不用坐牢的 但問題都判坐牢 嗯 證明那個政治氛圍 所有的事情 是 因為他不是推跌警察 他是被警察推跌 嗯 還有罵警察 嗯 是不是 他也是被擾亂秩序 不過他不是 他不是圈話說擾亂秩序 也不是公眾地方行為不見 總而言之 這個狀況就是 我不能夠說重 也都不 但至少不是輕 嗯 至少不是輕 即是說一句話都要小心 你不是說一句話 你現在不是無端端說一句話 說一句話當然沒事 你走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跟警察發生控狀 只不過你被推跌的是你 那當然不是說一句話 你當然有一些動作行為 你才會被推跌 嗯 法庭就說他有意圖煽動現場情緒危害公眾安全 法庭也有責任保護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員 辯方也都稱不想浪費他們的心血和支持 就逐一呈給法庭 曾經共事的沙田區議會主席 麥潤培前區議員黃文孫也有到場去旁聽 就是 麥潤培就內疚說不應該帶他入行 那你不應該帶黃之鋒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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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應該帶張秀賢 張秀賢沒事吧 之類的 你究竟是不應該 所以實際上很難說 實際上很難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應該 你們當初是做這些事 當初是做這一行 你不應該帶人入黑社會 但是當初是黑社會 你為什麼不帶人入黑社會 那你本身不如你自己說 你不應該自己入行 是吧 是吧 你自己自殺算 是吧 你不應該做的事情是錯的 是吧 你不應該反中聯港 是吧 你不應該反中聯港 你不應該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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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後果 原來你不知道的 你就是把他推翻政府 你自己一自殺死了 就算了吧 你知道那個東西 本身會有這樣的後果 會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你原來真的安全 在家裡煮飯仔 你明白嗎 你做那些事 是非常危險的 你不應該帶他入行 你自己自殺 你自急不急 原來你自己這麼 naive 現在是煮飯仔 推翻政府 死人 殺人 這個人是垮樓的 這個是殺頭的 全世界推翻政府 還有坐終身監禁 大哥 半國是殺頭的 你去美國試一下 笨 你真是 其實不應該說 不應該帶他入行 而是 你不應該入行 你自己 你自己這樣 香港原來人水平這麼低 難怪你搞成香港這樣 是吧 黃文書也說 反修禮發生的事情 都是一場悲劇 悲劇你們是做的 喂 當初的時候 沒有人叫你們做的 反修禮反修禮 你們還會搞悲劇 你自己做的 你一直都想悲劇 是吧 好 最後也說了 何培恩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何培恩 就說 未來的工作目標 眾中之眾 會放在公務員培訓 強調公務員 不單止是一份工 還要是對國家 和特區政府忠誠的要求 是基本上 要國安法入格 才准到公務員 要讀完校 就這麼簡單 是呀 之前都說 讀好這個國安法 是呀 那時候學生而已 公務員更加要讀 學生都不用一定要讀 學生做什麼要讀 是不是先允許公務員 公務員更加要讀 不讀國安法 不讀國安法 不准做 就這麼簡單 三年內要完成 這個進階課程 什麼進階課程 他就說 新入職的公務員 需要在三年的試用期裏面 完成這個基礎培訓 是的 培訓的動員 包括國情 一國兩制的概念 和這個國安法 是的 沒錯就是這樣 三年內 三年合格了才做 要不需要年年再做 要年年複檢 三年內而已 三年內完成要年年複檢 這樣才行 喂 你知 你知不知道做股票經紀 有些CBT 是年年都要上的 年年都要上 幾多小時CBT 才繼續做股票經紀 為什麼公務員不需要 對 均故之身 對 好 我覺得這次做得好 我們今天的講文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大家好 回到7月29日新聞聯播的兩岸國際 有我子晴和大師在這裡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俄羅斯再以這個維修渦輪機為由 星期三起 削減經北溪1號供應德國和中歐國家的天然氣 導致歐洲天然氣的價格急升了2% 接近俄烏戰士初期的高紀錄 所以俄國沒有法 所以俄國沒有法 你看看老婆現在多少錢 又要更新 我們最新的這個奴報的價格 以及這個美元 究竟多少 他都沒有什麼所謂 其實俄好像有另一個 另外一個觸發點就是 因為美國和德國停了北溪2號 你北溪2號也停了 即是你翻臉 於是反應 不如我們就打烏克蘭 對不對 所以一打就 62 但是俄羅斯也在跌 跌了 跌了62元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情況 對俄羅斯至少是 暫時來說並不是太過 但是俄羅斯是等冬天來的 等冬天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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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圍古城 杜布羅夫利克 這條橋通了車之後 是不是對於整個歐洲 中國一帶一路 其實最重要的是中國 是很多大型基建的經驗 現在全世界大型基建做得最好就是中國 它能夠使用最便宜的方法 人家沒有辦法能夠競爭到價錢做 所以全世界 譬如說 北京斯坦 阿加拉 或者所有的地方 都不停在建造這些大橋 所以 每個人都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 在前一個十年的時候 是基建的 大規模基建的 而中國那些人 就瘋得 什麼都打算做 譬如 那個 瓶什麼大橋 那裡很多大橋 都是打算做 很難度很高的 一直在想辦法 都在克服著 那所以就是 所以 因為很多技術 很多技術困難被中國克服了 嗯 所以變了 變了 克服了技術困難 就做到那個成本很低 那所以就是 很多 還有 所以很多 基建在之前的時候 一直在做 都是一帶一路的問題 所以一帶一路本身 是一個很偉大的項目 就是你講來講 至少是幫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基建 嗯 就是不是通的問題 因為它這樣通了的時候 它內部也有很多人幫你通 所以是幫你做 幫你做了很多基建 雖然很多反中的人 是會一直在罵 嗯 但無論如何 那件事是建在那裡 那件事建在那裡 那件事建在那裡 就是等於 那些人說 買股票買磚頭 和買樓 那買樓只會有一件樓在那裡 大家都破產 你買股票破產 買樓就破產 至少是買樓的時候 破產之後 你有一個樓在那裡 有一個樓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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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是 中國一直都在做這些 嗯 那你見到其實這條橋 就正式成立了 那就是 很多的 黑羅地亞的人 就冒著這個 夏日炎熱天氣 去步行體驗這一座的新橋 那也都 星期二晚也都出席了 就是看到一些高官和嘉賓 就有一個通車儀式 那有些軍用噴射式的 飛機上空飛過 有演講表演 和煙花座慶 那李克強呢 就用視像去支持 這一個項目是可以展示到 中歐之間的合作的 因為這條橋就是 歐盟的基金出資 而中國的公司去建造的 是 但是現在中歐就 在補充 所以就是 這些是之前整落的事情 我說之前幾年都很想 那很多要埋味 嗯 那整落 會不會可以 就修復回之間的關係 那修復不回 修復不回 因為之間的關係 美國去挑撥 嗯 挑撥離間 嗯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北韓的領袖金正恩 出席這個戰勝節活動 首次點名 批評南韓總統尹錫 警告南韓如果再試圖軍事對抗 將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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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全面殲滅他 那一定不會這麼說 但是尹錫錫 因為尹錫是親尼派來的 所以尹錫錫一定會對他 對朝鮮作出一個挑釁 或者是 和中國是會走遠一點 所以 這件事是非常危險 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朝鮮沒有飯開 沒有飯開 就唯有要兇狠一點 嗯 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今次朝鮮是很 現在是很不穩定的狀態 因為當全世界都不行的時候 雖然它的影響比較少 但是問題 尤其是極端氣候 所有東西影響 它去糧食最重要 嗯 全世界都糧食不夠的時候 它一定 它可能會有人餓死 如果有人餓死的時候 很容易會堅持過打仗 因為尤其是南韓都很富裕 嗯 你看到 野食不夠 真的會很煩 為了落實這個 黑海港口農產品外運協議 而設立的聯合協調中心 繼續運作的 聯合國負責人道救援事務的官員 表示希望在這個糧食交易框架之下 烏克蘭有關港口的糧食出口量 可以達到每月五百萬噸 是的 這個官員也都說 聯合國希望這個 奧德薩港 赤爾諾莫斯 黑港 和由日內港 出口量可以恢復爆發衝突前的水平 就是每個月五百萬噸 是的 就是糧食的出口 因為烏克蘭和俄羅斯一打仗之後 它的港口就是 不可以有效地出口 但是俄羅斯人道問題 然後放了糧食一刻 終於可以在黑海港口出口了 所以烏克蘭和俄羅斯大家聊了 因為烏克蘭是世界的糧倉 是一些小麥那些糧倉 其實埃及很多地方發生的 人道危機 所以我說放你了放你了 然後放了他們那些東西出口 所以變成聯合國的事 因為他們兩個都要保家 你做這些事情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要保家 聯合國就做了保家 所以本來兩國問題就去了聯合國問題 然後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等到他們出口了 但是烏克蘭其實它的糧食 它的糧食生產已經受到影響 今年的時候 現在應該是將一些舊糧播種而已 所以是 今年生產出了問題 所以我 基本上沒有可能回復以前舊的出口糧 嗯 負荷也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生產量去不到以前 就是問題是可以出到多少號 聯合國都早已警告 是會有這個糧食短缺的耳機的 大廚都知道了 嗯 你在家裡有沒有儲糧 嗯 都有些東西在雪櫃的 長期放在這裡 雪櫃? 是啊 什麼糧 可能會有些食物在雪櫃裡 有些什麼食物? 朱古力? 是啊 有些水果 現在在說 水果是不能儲得的 這些儲得的東西 即是米 公仔麵 乾糧 那公仔麵有 公仔麵有沒有米? 有米的 有幾多米 都不會有幾十包在這裡 可能是一兩包 那不就叫儲了 你的意思是 我問你有沒有儲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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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給我 七千元 那也不叫儲 那對於窮人來說 是這樣的 那些低收入人士 那些也不叫儲錢 就算是 OK 你說我每個月 你每個月儲兩千元 嗯 你一年有14000 是 那你儲了三年 也有五萬多 那就叫儲錢 嗯 那也叫做 所以不是多錢 多錢才有問題 而是 但是七千元真的不叫儲錢 嗯 嗯 好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另一單比較juicy 一點點 西班牙政府的平等事務部門 展開一場宣傳運動 鼓勵任何女性 無論是擁有什麼身形 都可以快點去到海灘 穿上這個泳衣小鼠展露身材 而宣傳人員就設計了一幅海報 就是海報來的 那這個在沙灘上面有五位女士 五個都有不同的形狀的身材 她們都是面露燦爛笑容 在享受陽光海灘的 嗯 情況就是這樣 有圖有真相 好嗎 你把圖傳給阿軒仔 可以嗎 可以 是不是 我不覺得這宗新聞有什麼奇怪 但一定要看一張圖 你才知道 哈哈 簡單來說 那些女兒 什麼叫平等身材 那就是說 無論你身材有多噁心 你都要 剪掉身材 不要身材太噁心 什麼就不行 這樣的意思 就是阿婆或者什麼東西 所以就是 不只是身材好的才可以去海灘 其實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要看圖 你不看圖 你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 哈哈 好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繼美國參議院之後 美國眾議院通過規模 達到2800億美元的晶片法案 以大力提振國內的半導體生產 包括鼓勵更多公司在美國 開始一些廠房生產晶片 自在增進美國的製造業和技術優勢去制衡中國 那法案呢 就送交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生效 他就好翻了 拜登好像 拜登好翻了嗎 嗯 應該好翻的 都可以跟習近平 跟習近平講電話 他說什麼 拜這個疫苗所賜 所以他可以好翻 那他應該還有些 除了疫苗之後還有些什麼藥 還有些大效藥 是的 那他的晶片法案就是 將這些清楚 但是我們應該昨天講過這個問題 就是 美國生產成本這麼高 怎麼做晶片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你搬不到回來 否則這些東西會變得很貴 嗯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相信 都是一個政治狀態 我做了事的啦 你們美國人安心一點 大家 我做了事的 已經是做了 就是想逼人搬回來的 但是實際上 那個人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做了晶片 沒有了生產網的 真的 晶片是血汗工廠 算不算是一個口號 就是政治的動作 說一下 說一下 是的 實際上真的做不到 可能 技術上做不到 因為成本太高 美國做成本要過一倍的時候 嗯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兩岸國際 就到這裡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接著 咱們 自己 都 蛐 谢谢观看